很多庙宇基本成为了单位街道的小工厂 五级工厂 街道办 解决一些什么人呢 比如挨家那会儿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 挨这儿扶着纸石 扶着英石 做点刺绣 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生活问题 因为他随时离家近就在这条胡同里头 挨这儿干点活 完了呢 做做这种 挣点钱 一天挣个几毛钱 或者几分钱的 一个月呢 挣个十块二十块的 搭乎一下家里的生活 因为看孩子也近 也方便 所以那会儿家里都是孩子多 要穷 所以基本上很少送到厨所 幼稚园的 基本上挨家看看孩子 吃不上过来干点这种小活 有的甚至把活拿到家里头 图纸盒 这就是咱们读书里的一种以前生活到今天那种演变 好吧 继续问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山嘉行 坐落于国子建阶火神庙 始建于清朝嘉庆七年 1802年 其目的是作为一方之保障的胜利 里面供奉着火神 财神 鲁班 三尊神像 上世纪五十年代 随着一间邪社的搬入 火神庙逐渐成为能住下几十物人家的大杂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